READY? RING THE BEAR! 好,歡迎大家收聽這一週的 你是倩衰嗎?我是主持人C12 鼓掌 現在就是一個沒有人當家的狀態 我是第一次講這個開場詞耶 有點既興奮又陌生的感覺 平常大哥在講開場詞的時候 通常就是直接在旁邊準備舊情 然後等輪到我從頭再講一兩句話那種 好,但是不管,現在就是 猴子當大王的時刻了 現在是C12的時間 那今天現在是 7月6號的凌晨12點54 有點尷尬的時間 那同樣跟我們尷尬的還有另外一位好朋友 大家好,我是開心過公主 YA YA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非常尷尬 加上尷尬 尷尬的時間點 配上尷尬的兩個人 好 但是 話不多說 事不宜遲 我們還是得從今天的聽眾信箱開始說起 這樣最簡單的感覺 好 今天聽眾信箱有很多人耶 那今天聽眾信箱我們先從第一題開始 第一題是 阿扎米 阿扎米 OK 阿扎米說出見安安一直都有在聽這個節目 今天第一次出現在聽眾信箱 想請問有沒有在面對觀眾或上台時却場的經驗 有沒有一些上台前減輕自己壓力或放鬆的方法 本人是上台報告會雙手發抖身體僵住的類型 一直很苦惱 By the way 聽完開心過公主的訪談後才真正了解6月24的那場雙打想講的故事 然後越發覺得Zio這個角色真的塑造得很完整 很喜歡這種透過不同事件去描寫角色新進的這種敘述方式 期待7月的三方威脅和Zio這個角色的發展 OK 講到Zio 你們他的代理人CK 很久沒有出現了 他到底能不能重返我們C12的懷抱呢 不知道 好 我們這一題 有請開心過公主 嗨 對 有沒有什麼上台時卻場的經驗或者是減輕自己壓力或放鬆的方法 我覺得摔角這個東西比起對我來說 比起看到觀眾 對手更是讓人緊張主要的源頭 所以其實我在上台前要面對這樣子的心情 主要就是跟自己打氣 然後跟兔兔先生聊天 是一個很能夠幫助我提升勇氣的方式 那如果像身體很僵硬的時候 我聊天玩 我會跳一跳 讓身體放鬆一點 那 就是我的秘訣 我覺得跳一跳真的說真的有些幫助 我覺得瑪莉哈娜有一個透透一個瑪莉哈娜的小故事 其實瑪莉哈娜的眼睛的視力有點差 就是他閃光之類的東西可能有點嚴重 這可能跟他有點老了 他這個上古世紀三葉蟲時期的人類 所以可能還不算是人類 他就是一個化合物 他其實看不太到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 我覺得剛才開西谷公主有講到就是對手這件事情 但是對於瑪莉哈娜來講 看不到的東西通常都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看不到觀眾的臉上的表情 這件事情其實會有種莫名的恐懼 就是你看到每個人都是臉糊糊的 像那種恐怖片會出現的內容 其實你看瑪莉哈娜每次出場的時候 他其實眼睛都很努力在對焦 就很努力在看人 那真的不能怪他 他會瞇瞇眼耶 對他其實真的看不太到東西 然後你看不到觀眾 所以你可能也看不太到你的對手 所以瑪莉哈娜一直處在這個狀態下應戰 所以這可能是他壓力最大 最沒有辦法放鬆的時候 但是剛才有講到跳一跳這件事情 瑪莉哈娜有個很喜歡的選手 叫做平田一喜 DDT Pro Wrestling 的平田一喜 平田有一個出場中很有名的一個開場物 就是他會出來然後帶一個會發光的墨鏡 然後開始跳舞之類的 瑪莉哈娜會跳 他在後台跳這個東西 然後整個人就超快樂的 那我覺得在隨著比賽的經驗 越來越多之後 瑪莉哈娜現在應該是可以附和 說不定他可以閉著眼睛打比賽 還是其實是他一直都閉著眼睛 只是我們沒有發現而已 莫非他跟我組雙打的時候 眼睛沒在開的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們今天 我們透過瑪莉哈娜跟開心國公主分享的方法 希望提供給上台報告會 雙手發抖身體將助的你 如果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聽到我們這個回覆的 阿扎咪 阿扎咪 希望你可以在資訊告訴我們 或者是留言告訴我們 阿扎咪加油 我們的小沛波到底有沒有效果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包括開心國公主訪談 在聽完開心國公主訪談後的一些心得 開心國公主在看完這個文字之後 有什麼想法 或者有什麼想要回復的嗎 沒有 無所謂 不在乎 因為你只在乎Zio 阿扎咪 好 沒有問題 開心國公主在哭 好 那我們下一題 其實是老粉 主持人們好 上週六的NTW比賽 Froshi選手的驚喜登場 真的讓全場戲分high到最高點 沒想到上次的腰帶挑戰賽不是一次限定 後續還有這麼熱血的發展 有生之年可以在台衰體驗到 以前看WB10現場觀眾全體沸騰的感覺 身為台衰觀眾實在覺得相當感動 非常期待能見證Froshi選手 在生涯起點的NTW拿下冠軍腰帶 這邊想問主持人們 對於近期台衰在劇情安排上的發展 無論是情節本身的鋪陳 或是兩邊團體比起過去 更強化經營劇情的現象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比起經營劇情 最近我最喜歡看到的事情就是 兩個團體人的交流越來越多 那在這樣子的交流之下 更能映襯出不同選手的特場 還有每個人專場的對應的優缺點 你會看到可能Zio的長處是他很會飛 他很會做一些我們想不到的事情 而比方說Froshi選手好了 他的氣勢跟他的力量 在這樣子的擂台上才能夠產生一個碰撞 這是以近期來說 我最喜歡看到的事情 就是不同的人之間的新故事 我覺得這個也是 就是算是某種台摔的 Forbidden door 就是 競技之匪終於打開 那當然就是 但是選手能夠比起過往 就是在各自團體努力這件事情 能夠對外交流 那當然可以組出新的賽事卡司 那我覺得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的確可以打出更多觀眾可能意想不到 或者是超過過去的 不管是賽事的張力 或者是複雜程度的比賽 那這樣的情況下 選手很多 然後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長處 互相交織下來 就會更顯得情節 跟劇情上 似乎有更錯綜複雜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個當然是 不管是選手也好 以及觀眾就是大家樂見的一件事情 那也希望 這位其實是老粉 能夠繼續關注台灣的職業摔角 那繼續拉很多新粉嗎 我不知道該怎麼解釋這個情況 算是 或者是能夠在長期關注台灣摔角之後 看到現在目前的現象 能夠多給大家一些鼓勵 或者反應跟回饋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 社會老手特別能夠帶給周圍的觀眾 以及財上選手的一個新的 很重要的聲音吧 對我們來說 就是你追了這麼這麼久的故事 你一定會看到一些 我們可能已經鋪陳很久 想要傳達給大家的內容 或者是情緒之類的 我覺得這都是特別好的一件事情 OK 第三題 我們再撐兩題 就可以下班了 我想念我想念這個 好沒有問題 來自綠寶石 他說想請教一道考古題 請問幾位主持人和來賓 印象中台衰歷史中 出道選手最年輕和最年長的年齡 分別是幾歲 然後這兩位選手後來在摔角界的發展如何 謝謝 耶 最年輕是誰 SKY選手 印象中SKY選手好像是16歲左右出道的 反正就是一個還蠻年輕的歲數吧 應該啦 印象中 他目前的在摔角界的發展呢 前雙打冠軍 然後他接下來要準備挑戰三方威脅 看能不能搶回自己 看看能不能當我們的新當打冠軍呢 好問題 前面馬上有個Froshi選手的挖粉 後面就有SKY的蓋粉 到底沒有啦 就這時候超多那種ZEO粉出來留言 可惡 這是要遞勝的 啊 另外看啊 拿皮帶抽他們 不會 不要再抽了 救命啊 這個 這到底是幾月的比賽啊 7月 7月的時候 我們會打出這場比賽 但目前 新台灣娛樂甩腳聯盟的粉絲專頁 也已經公告了 這場適合的對戰組合 ok 因為這是上次比賽 當下就敲定的組了嘛 所以這其實也蠻早就公布了 那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看看我們最年輕出道的選手 在台灣甩腳界的發展啦 大家好好關注一下 那最年長喔 最年長在體內很難耶 我覺得最年長如果真的是那種超年長等級的 現在應該都不在 我覺得擂台的魔力就是 你在擂台上其實看不太出來身體的年齡 就是我覺得大家都 每個人上台都跑得好快 都叫得好大聲 是一個經歷的聚寶盆嘛 那現在到底到底到底有誰很老啊 勇哥看起來就很老 阿雍狗 阿雍狗 那阿雍狗是不是其實 就只是 長得比較成熟一點點 長得比較成熟一點 那長得沒那麼成熟 長得很幼齒 但實際年齡很大的 有沒有 卡拉斯選手好像 卡拉斯選手感覺 劇傳是一個寶寶臉 但他從IW時期就在耶 是吧 我記得是啦 對 那這個應該也算是上古神獸吧 沒錯 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幾歲中出道 雖然人家也是超年輕出道 所以才可以待很久 好問題耶 這個如果有人有知道任何線索 歡迎留言留言我們的聽眾信箱 告訴我們一下 這個考古題我們大概只有50分 真的嗎 那如果Sky在打錯的話 我就直接0分 完蛋 我要回去 超可憐 好 OK 沒有問題 我們知道就說知道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 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來自啟夢吃龍蝦 最近除了台灣摔角以外 還有看龍中之王4 我很喜歡看台灣本土賽事 但最近有個活動是全上 有人甚至不是選手 卻可以在小巨蛋舉行比賽 票還賣完 觀眾簡直是花錢去看網紅打架 有人光出場費就是某知名網紅年薪的三倍 想起有天我問一個現役摔角選手說 為什麼某人打那麼爛也沒什麼出賽 還要頻頻在頻道上以摔角手自稱 那位現役摔角手的回答是 因為他絕大多數的觀眾都認為他是摔角手 結論是人氣代表一切 我只想說各位台灣選手辛苦了 希望有一天大家都可以把自己行銷出去 不管到哪裡都可以發光發熱 誠心祝福比我還愛摔角的你們 謝謝啟夢吃龍蝦 謝謝 今天就是全上了 雙腳一起吃散 剛剛打完 你知道剛剛打完還有什麼嗎 剛剛打完還有新日本的 Independence Day 我們的獵火學長 獵火學長 我們他在一個三打三的賽事卡式上有出現 他的搭檔是不是還有相許貴搭 然後有一個面具的Dragon Liberate 我不知道我已經忘記了 Anyway 但重點就是我們的火哥其他都不重要 什麼對面是誰不重要 Master Water不重要 沒有一個人重要 火哥最強最屌 誠那真的是 真的是不管到哪裡都可以發光發熱的 典型代表誠 我們目前台灣算國寶嗎 他講得很重 台衰國寶 有點重 好 但是 我覺得這集有點尖銳 有點尖銳 有非常多 狡猾的 的點喔 這個 那個 主持人一不小心 直接 我也覺得他很 完蛋 直接被BAN掉 好 但是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本來就是 沒有辦法嘛 就是現在這個社會 行銷這件事情的確是非常非常重要 流量就是財力 對他的確是一個可以換算的一個方法 那 龍中之王4 其實我看龍中之王4的那個 他們有把賽事 有一部分賽事已經被釋出來了 嘿 而且他們從龍中之王1的時候我就有買票 嘿 而且最酷的是那個時候龍中之王1買預購票 他還會送你選手卡 超酷 最酷的是我 那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的冠軍是不是太空人 你喔 就是 我跟他打過比賽 嘿 什麼比賽 柔術的時候 我們在那4分之1嗎 4分之1半決賽 還是總決賽之類的 嘿 道服組 喔真的有夠強 最強 超強 但我忘記跟他要簽名了 可惜 好 但是龍中之王4主要 其實也不是龍中之王4 龍中之王是一個台灣的 算是泰拳的道館 叫做降龍武道館 反正他們的館長叫做宜天館長 宜天館長他本身是 我記得是加拿大的泰拳拳王 東岸西岸 我忘記哪個了 反正就是他是某一邊的泰拳拳王 然後 而且除了這個之外 我覺得降龍武館最酷的是 他們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課程 他們有什麼角鬥術 超酷 然後柔術也一定是有包含在裡面 而且他們柔術的教練是 應該算是花重金禮聘的吧 就是 他們請的教練都算是 威旺 然後 算是在柔術圈非常有名的人 那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可以展現 宜天館長想要在格鬥圈 這個領域裡面 做強做大的一個野心 我覺得他們內部的教練 真的看起來都 也不是看起來是真的 就是實力不容小覷 那另外他也非常積極地在舉辦比賽 那 各種的賽事各種的 各個專項的 算是頂尖的選手 他們都有邀請過來 包括之前也有 拳士風的館長 我覺得他也是練綜合格鬥 然後 凱薩選手 我記得是柔道出來的 然後尼爾當然是柔術 然後我記得他也是會拳擊 或者是綜合格鬥類的東西 然後 暴風 情有客名 然後非常多的選手都有參加他們的比賽 那包括這次也有打了 我記得他有出賽蠻多次的戰鬼其他選手 他是詠春 那 其實在各個不同的武術系統之下 他把它匯聚在龍中之王 然後 一口氣的讓大家在上面 場上殊死戰鬥 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 然後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一個賽事 那 話題回到前場 不好意思我就是太興奮了 話題回到前場 前場就是 大家當然可以知道就是這次的卡斯 包括我們中路野獸toys 然後 他的前老闆 然後 皮塔哥哥嗎 對 皮塔哥哥對上617 他是饒舌歌手 對 沒錯 然後 還有小哥哥艾里 對 孫生 孫生 whatever 就是大家其實都不是格鬥或積極運動 出身或是有類似背景的人 然後大家出來打比賽 對 就是一個 還滿 非常流量 主義掛帥的一個比賽 但是其實正在摔角圈也 慢慢 算是越來越常見嗎 包括之前打到疫情了 Logan Paul 但是他還在那個 是不是他在皇家大賽有出場 打一個鬼之軸擊 BAM 軸擊還是經濟狗文 他做一個軸擊落箱 我記得最深的是他跳那個繩索 然後做那個就是 Flying Lariat 對 OK 當然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 Stardom 我記得也有請一個 YouTuber 有請一個藝人叫做 Huwajang Huwajang 他是通告藝人 他是夜月代帥對不對 對 就是其實有滿多團體 包括PVP也有對不對 PVP有 Chan Yota 對有AV女的Chan Yota 肌肉的AV女的Chan Yota 肌肉的AV女的Chan Yota 然後 其實各個團體可能都有類似的 算操作嗎 流量密碼 對 這算是某種流量密碼 那只是這件事情好處是 去九九半一次大家的確會特別新鮮 然後很願意花錢去不管是購票入場 或者是關注這個相對小眾的運動賽事 那當然他有他的比較弊端的一點 就是在可能相對其他的選手 比較下來沒有經歷過更嚴謹或更充實的訓練 像Mu 或是沒有足夠的時速去累積他們的經驗 而上場進行戰鬥 其實是有一點點危險的事情 但我必須要說 就是以我目前看 不論是Chan Yota或是HuaChan 兩位女子選手的比賽 他們其實在擂台上呈現出來的 不管是招式內容還是情緒長力 都是在符合他們的身體可以做到的範圍裡面 完成度非常高 而且也從他們的身體的體態看得出來 是經過非常非常多絕對不亞於專業選手的訓練 才能夠打出這樣子精實的內容賽事的 我覺得你剛才有講到一點還不錯 就是有關於身形這件事情 就是的確可以看得出來 HuaChan這個大推 我記得他是練田徑出身的 然後Chan Yota本身也是以肌肉訓練文明的AV女優 他後來也有專打綜合格鬥 然後撇除這之外還有Logan Poore Logan Poore包括他D有打過職業的拳擊比賽 然後他歌蛋 就是他們都算是 一起訓練過多少會 運動神經也特別發達的一件事 但我覺得剛剛有講到一個東西 就是這些選手在經過這次的比賽之後 有沒有持續的進行投入不管是訓練也好 賽事也好 我覺得可能是我們大家對於這類型的 不管是網紅也好 或是藝人轉網格鬥競技項目 大家會特別關注的一個點 就是有沒有持續的出賽 有沒有持續的訓練 保持一樣強度的訓練很重要 我講到這個特別想到的是見仁蓋衣 是人在某一屆的台灣的猛龍過疆 有打過綜合格鬥比賽 然後他隸屬的我記得是iFighting進行式 進行式是一個非常老牌的一個台灣的格鬥 綜合格鬥的格鬥館 然後他們底下實質非常的強悍 包括鋼哥鋼鐵紙飛機鋼哥 包括目前台灣算是身經百戰的David大衛哥 柔術的大衛哥 然後還有他們的坎普館長也是非常常出國擔任裁判的一個 算是歐區嗎 就是綜合格鬥圈的上古神獸 那皮特哥哥在那次 不是皮特哥哥講錯了 完蛋了 見仁蓋衣啦 見仁蓋衣 我大腦還在那個拳上 見仁蓋衣在那次出賽之後 其實還有在持續穩定的訓練 就是偶爾還是可以看到他發訓練的影片 然後他在上一屆 上一屆的龍龍之王還是有出來參賽 就是他其實是有穩定的參賽 然後穩定的訓練 所以在長期下來你的訓練量 跟你的知識可能不亞於 就是非常強悍的選手 當然就是實力我們先撇除那種 就是前百分之可能十百分之五的那個差距 之外我覺得他對於跟一般的算是大眾比起來 一定是有更深的理解對於積極運動 也有更深的理解跟更多的知識 一方面可以保護自己 一方面是可以好的有效的執行戰術 我覺得這些都是重要的事情 那有關於薪資問題 或者是為什麼打那麼爛 為什麼可以 那這就是謎啦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也是 如果台灣持續有在穩定的舉辦 類似的賽事 然後觀眾的客源是持續有在成長 大家對於這些比較小眾的項目有更深的理解之後 我覺得大家也會 說不定是會更希望看到更優質的賽事 或者更激烈的賽事 大家對於這些事情的理解更高的話 那可能眼光或眼界並不僅限於網航打架的時候 這個運動項目就可以真正的發揚起來 我認為大家雖然一開始沒有看 就像前面說的沒有看格鬥比賽的習慣 但是透過比方說網紅 先看到自己認識的人上場 那可能會因此 因為像拳上它裡面其實有一場女子回合是 王靖新對上林品族 兩位都是台灣非常非常有名 而且非常有實力的就是職業選手 那當你在這樣子的一個看熱鬧的場合看到一場職業更 專業的 你會更知道說 或許你是來看熱鬧 或是你是來看門道的 在這種時候你會更有一個意識 那或許在這場可能幾千個人的場合 小雞蛋有幾萬個人 你可能獲得一百個粉絲 他因此開始去找其他的職業格鬥的賽事 開始看而慢慢慢慢的成為粉絲 或是慢慢甚至因此而投入訓練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專項來說 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寶貴的 我覺得這是沒有錯的一點 那也希望嘛 就是不只是格鬥圈 綜合格鬥 戰力記 請記 甚至職業小小 都能夠有更多更多的人去關注 這樣子 好這就是我們目前本日 本日的聽眾信箱 沒有錯 哇一點多 酷喔 好 但是講最後一個 大家講到 我們熟悉的石礦主大大 石礦主啊 為什麼我們今天會有開心果公主 其實並不完全是因為 我們的C4跟C8揚長而去 離我們高歌離席 其實不完全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今天有特別要討論一個話題 那這也是最近算是沸沸揚揚的一個主題 就是關於 台北市最好吃的甜點店 嘿嘿 才不是 其實最近算是到我沸沸揚揚揚 包括Metoo這個話題 那最近算是上禮拜 近一個月內台灣演藝圈還有學術圈 甚至蔓延到了實況圈都有非常非常多的Metoo事件 沒有錯 那這次當然包括了實況主 我們Kazia選手 那Kazia選手 我們其實今天主要命 不是我們要去獵巫或是我們要進行什麼網路踏法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一個話題 所以我們借此也跟台灣唯一一個算是性別認同 是女性的開心果公主 台灣唯一一個生理性別是女性的選手 你生理性別是女生嗎 什麼意思 原來是這樣子 什麼意思 好那我們 沒有辦法 我們就只有這麼一個女性選手可以討論這個話題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從這裡當作一個起點 我們今天要主要探討一個關於騷擾這件事情 那騷擾這件事情 剛才有講過包括演藝圈、學術圈、各個圈子 只要裡面有男生、有女生 甚至可能全部的男生、全部的女生 我覺得只要有人一定會有那種界線沒有 溝通會有點不對等吧 難免來說 那個界線被逾越的時刻 那就可能會構成騷擾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就是要來聊這個話題 那其實在前幾年的時候也有燒起來過一陣 Speed Out事件 那那次遊戲燒得特別嚴重就是職業摔角圈 那那時候包括很多就是什麼未成年少女 或者是之類的議題 那但是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不管是對於選手跟觀眾 跟選手跟選手之間 其實都有燒起來不少Speed Out事件 然後又蠻多選手 因此而隱退或是彈出摔角圈 或是摔角的一線的戰場 那我們這次先著重的幾個點 包括選手跟選手之間 以及選手跟觀眾之間的話題 那第一個我們先講選手跟選手之間 其實因為職業摔角的訓練真的有太多肢體的接觸 所以我覺得我們可以從這裡 我們可以問問看開心果公主 女性的選手到底要如何在兼顧訓練內容 跟自我保護上去的一個平衡呢 嗯這個故事我在上一次訪談的時候有開一點點頭 就是其實起初在剛開始投入訓練的時候 就是對於摔角圈的前輩們來說也比較少會有女生來參與練習 所以在最最最一開始的時候基於專業的安全性的考量 我們不希望任何人受傷 所以比起騷擾與否 當然台灣的選手在我自己訓練過程中遇到的都是非常專業 而且非常尊重人的 所以他們都會先問說 欸基本的可能會有哪些碰觸或是訓練可能會有的危險性 那把要不要嘗試這件事情交到我身上 但是其實對前期的我來說 摔角的技術真的看起來太可怕了 所以我反而會因此比較局限自己 然後不太敢嘗試 所以我前期的以基本功能來說我進步的那個曲線非常的慢 是後來在投入訓練大約半年之後 然後有遇到一位選手 然後他那時候給我一個很棒的觀點 他說技術是沒有分性別的 比方說你今天男生的倒立跟女生的倒立 你要想的都一樣是身體的平衡 一樣是核心的穩固 不會因為你是女生所以 倒立變得不一樣 那這件事情他反而開啟了我一個 我內心的一道門被打開了 就是啊對其實危險與否 他主要跟性別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我做的我嘗試的方向是對的 那這件事情就不會有什麼意料 不太會有意料之外的狀況發生 那才讓我慢慢慢慢的走到選手出道的這一天 那講到選手跟選手之間啊 在格鬥 在賽事進行中的時候 我們也難免會有一些肢體接觸 那其實你在比賽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那麼多 就大家都是專業的選手 你今天你在想的所有的身體結束 都是你為了想要結束這場比賽 你想要讓對方投降 讓對方沒有辦法再繼續而做的事情 我覺得剛剛有講到一個東西就是 當你很認真在在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這裡特別想要身為一個男性啊 或是男性選手們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你真的很認真想要比賽的時候 你才不會想這種東西 才不會想說對方是女生我要幹嘛 或是我們想要偷吃豆腐什麼 沒有就是女生的逆水瓶 跟男生的逆水瓶 他可能有力道上面的一點點差異 但是這兩件事情是一樣痛的 女生的DT跟男生的DT 是一樣危險的東西 你在場上你不會去 不太會做這些分神的事情 那就是台上的每分每一秒的戰鬥 其實都需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去應對 所以我覺得剛剛有講到的點就是 你如果真的很吃到這個技術如何運作 然後你又是非常投入在比賽當中的話 你不會想那麼多 你只會想要活下去 然後把對方揍爛 然後趕快高科一洗 尤其是在賽事的經驗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是其實在後台跟選手聊天 我們又聊到一個蠻重要的觀念 就是今天不論是訓練或是比賽中的時候 當你在提醒自己對手是個女生的時候 你反而是限制了你的對手的實力的展現 因為呢 當你的對手不論他的年紀 不論他的性別 不論他的身體能力好了 他選擇站上擂台 站到你的對面 就是他已經拿出他全部的準備 他已經做足的準備來跟你 拼死一戰 對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用你所有的 你用你擅長的技術 你用你的專長 跟對方的專長進行切磋 這才是一個 這才是真的認同對方的表現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 在場上 你覺得選手跟選手的感覺 但有可能是台灣 畢竟圈子比較小 所以 如果你直接做他一次感覺 就是很容易被大概一起踏發 但是 說真的 就是 我覺得 在場下看 開心國公打比賽中 他的確會有一種就是 他不會讓你覺得 他因為是女神 所以你今天需要優待我 或你今天需要禮讓我 你今天需要什麼 他會 拿出他至少他最擅長的東西 去逼迫你認真的好好的面對他 認真的接下他每一個攻擊 那 我覺得這也是給 不管是想要踏入 直接摔掉圈 或者是 或者是想要體驗看看 嘗試看看 這個運動的女性同伴嗎 或者是女性們 就是 如果你對這個領域 或這個環境 你還是有點顧慮 或是 有點 害怕的話 一是 我覺得 剛剛有講到的是 好的訓練場所一定是 會 在保證你安全 然後在執行同意的情況之下 讓你去完成 你每一次所需要面對的 課題 然後 而且 當你真的對這件事情 你是恐懼 是害怕 你沒有辦法度過不管生理或心理上的門檻的時候 大概也不會強迫你去做任何事情 的確 就是休息也好 或者是調整也好 這些東西都是訓練當中非常重要的一款 所以找一個好的訓練場地 然後 放心的加入其中 如果你真的還是 對 這麼多男生的環境感到害怕或抗拒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傳個訊息 來教我 而且 因為 在這邊我還可以再跟 各位有 可能還在觀望或是不論任何原因 還 躊躇著的你們說 就是 其實 當然很多很多男生 就是男生比較多的環境 難免會 比較多男生玩笑 但是 其實你身為一個女孩子 你在這樣的一個場合裡面 你自己可以找得到 哪些人的個性比較不正經 哪些人比較理性 你可以自己去找相處起來適當的人 那 大家的專業水平都是 都是 都是在水準之上的 那 你找自己相處起來舒服的人 跟他們交流 不論是詢問 技術 或者是 一起 就是 對聯 都是 都是可以做選擇的 就是不會說你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怎樣 沒有什麼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 我覺得剛剛有講到的 很酷的東西就是 是可以 找 跟自己 赤通道合的人 但是 我覺得身為男性真的 有時候 我也會在想說 就是 你知道一群男生 塞在一起 大家真的 比較口無遮藍一點點 我覺得 就或者是 這個真的沒有問題嗎 的那個感覺 但是我覺得或許 這就是男生跟女生之間 本來不管是界線也好 或者是 大腦的構造理解 就不太一樣 所以 我覺得這也是 嗯 可能會造成 誤會 或者可能會造成 雙方會有衝突的一個 其實點 啊 那我覺得 當然就是 現在還有就是 男生選手跟男生選手之間 如果 互相相處上有不舒服的部分 或者是 未來有新加入的同伴 新加入的 戰友們 有任何疑慮的話 我覺得 當下絕對是有辦法 絕對是 不管是應該也好 或者是 呃 馬上立即的提出 自己的想法 提出意義 然後我覺得周圍的人是 絕對是 足夠友善跟包容去 支撐你 然後是 可以聽你好好把話講完 然後 去做修正跟檢討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也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沒錯 那 除了這個之外 除了選手的場上呢 選手跟場下 你會覺得 就是 哪個環境特別讓你不舒服嗎 喔 講出來不要怕 很好笑耶 我們的燈都被嚇滅了 就是 我覺得 在我 待在這個世界這麼久以來 就是在摔角圈 援摹 一年多的時間 其實比 場下來說 我不太喜歡說 因為今天 多了一個女生 所以 可能 現場的所有男性同胞們都要 非常的顧慮自己的措辭什麼的 所以 自己的心裡有點像裝了一個小小的過濾器嘛 你知道他們 就是比較可無遮攔 就是 就是在玩嘛 有時候 不一定是有惡意的 那 那 大家也不會 就是 如果你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下有一點壓力 你也 不需要強迫自己出席任何 你不用強迫自己 一定要在 賽事 或是訓練之外的時間 跟這些人相處 就是 可以保留在一個 我們是專業上的 訓練夥伴 專業上的 合作關係 這樣也是一種生存之道 啊 所以 是可以在 呃 做出某些節點 就是跟大家的關係 互動上 我希望跟 某些人可能關係比較要好 跟某些人關係比較 你因為要好 沒有啊 不是 就是 不同的人 當然每個人的個性都不一樣 有些人就是 有些人就是 比較 比較理性 比較內向 有些人就是 就是比較奔放 那如果你覺得有些人太奔放到 讓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就 你就不要一直跟那些人玩 你就不會那麼壓力大了 這樣子 總結來說 就是 兩方面 一方面是 如果你對於這個環境 這個場所 你是覺得不舒服的 或是你覺得你的 呃 算是 你的界線被逾越的話 隨時都有辦法提出來你的想法 然後告知 對方 告知這個場地的負責任 讓大家去進行檢討改建 或者是修正 那 於是的話 就是 如果你覺得某個人 真的讓你很不舒服的話 呃 覺得也可以 遠離也好 或者是 就是不要 跟他的交集沒有那麼大 你可以自由地去選擇 跟每個選手的交集的 呃 大小 情書程度 情書程度 沒有錯 而且 應該是說 大家不會因為 你跟他沒有 這麼多私底下交流 所以就排擠 對對對 就是我們還是很好的夥伴 只是我們可能 就是 就是不會一直一直出去玩之類的 但都沒有關係 我們是來訓練的 我們不一定是要一直出去玩 當然大家能當朋友 是一件非常可貴的事情 OK 那這就是台灣目前的摔角圈的現況 那 講到這個之外 我們還有選手跟觀眾之間 我覺得這也是特別難拿捏的一個 一個界線 講到這個之前的 算是上個月吧 上個月的時候 包括 Stardom 包括 Marvelous 很多的 有女子選手 或尤其是女子團體都有發布公告說 請大家在拍照的時候 不要對於不管是胸部也好 或者是 不要有性的眼光來拍攝照片 沒有錯 不要刻意以這樣的眼光來做 沒有錯 就是最近他們有 就是可能有蠻多的攝影師 會就是拍更多的胸部 或者拍更多的骨尖屁股之類的 就是可能他覺得這是女性美感的一個展現 方式 但這某方面來講 可能對選手來講 也是一個沒那麼舒服的一件事情 所以其實有蠻多團體都有 寄出這樣子的規定 那我覺得 選手跟觀眾處在於一個 就是有點曖昧的一個關係 然後彼此 就是觀眾可能很喜歡選手 很喜歡看選手的比賽 那選手一方面仰賴著觀眾進場所帶來的收入 但是在這個之下 雙方到底要做到多大的交集 大家要多熟或者是多 多認識彼此 然後私底下要多 算那個界線吧 到底是到底位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難界定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日本可能還好嗎 我覺得應該是說選手的 其實不管國家吧 就是我們在比賽之後都會出來 跟衰迷不管是合照啊 或是小聊幾句或簽名會等等 我們是一定會有 基本上一定會有互動環節的 所以在互動環節上也會讓衰迷們覺得 這時候跟選手的距離瞬間變得很近 你們聊起天台可能就像朋友一樣 因為你們喜歡一樣的事情 你們關注一樣的賽事 那但是對於選手來說 有時候他是一個友善的表現 但他未必代表你們已經熟到成為超級好朋友了 我覺得這個沒有錯 而且我剛才講到日本還好嗎 的一件事情是 我覺得台灣相比之下 下了擂台之中跟觀眾那個距離 會瞬間拉近到很近很近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有時候有點可怕 倒也不是說這個不好 而是台灣的環境上來講 擂台跟觀眾席真的很近 就是真的已經進到沒有什麼通道的那種進法 所以一下擂台可能打完比賽 在互動的時候 可能一方面也是觀眾的人數 可能沒有到那種 一百個人在排隊等選手的簽名照 然後在前面只能講三句話那種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更可以閒聊家常 而且我覺得選手可能都是人很不錯的 所以東扯西扯之下 就覺得好像我跟某個選手的關係不錯 但是到底是關係不錯到可以一起合照呢 還是關係不錯到可以分享今天晚餐吃什麼呢 還是可以 我不知道欸 就是這個界線的確是需要特別去思考的一件事情 那講到選手跟觀眾 台灣最近除了Kaza選手的Metoo事件之外 還有另外一個其實也蠻大 但是算是 嚴肅的面向不太一樣吧 嚴肅的面向不太一樣的事件 就是Kaza的事件 就是有觀眾有摔倒粉絲 特別記性或是會留言去在Kaza選手 比較激進一點的 對在Kaza選手的文章底下 就是留下一些包括 攻擊性的言論 對就是或甚至有帶有威脅恐嚇意味 甚至我們有最常 最近啊近期收到最多就是殺老鼠 虐待動物的影片 有一點點太恐怖了 我覺得這個 這可以理解是虐待超過的吧 就是 就是用大腦思考一下 我覺得我跟選手可能 我這樣講好了 我覺得瑪莉哈娜是個可以接受 你先告訴他今天晚餐吃手的人 但不要傳殺老鼠的照片給他 不要殺老鼠啊 開心果公主的界線大概在哪裡 問你今天比賽會有直播嗎 可以嗎 我覺得我是一個你認真 你認真問我問題 或是你認真想要跟我討論 某一個議題的時候 我會 我也會拿出我 100分的誠意來告訴你 我是怎麼克服某個難關 或是我對某些事情的觀點 但是 有時候有的人就是 可能覺得我會 我會 比較熱情的回覆他嘛 他就會 什麼小事都來問我 但是 我們是有官方工作人員的 所以有時候就會有一點點 小小的困擾 就是我不理你又好像我很壞 可是我理你 我就變成克服人員 可是我不想要 對 我心裡很常有這樣子的小小拉� 所以 呃 像我現在會做的事情就是 我 幾乎都會看你們的訊息 或是像臉書我會委託 我的小精靈們幫我負責 那 他們會篩選出 嗯 直接傳給我的訊息啊 把那些訊息 自己Pass給我 讓我來做回覆 那 像是這樣子的狀況呢 我還蠻佩服 像是偶像產業 偶像產業他們會做的事情就是 由公司來管理 統一管理 底下的偶像 或是魅斗 他們的 就是社群軟體的私訊 那 不論是騷擾訊息 或是各度熱情的訊息 甚至 可能 對於比較 冷酷 或是相對 不那麼受歡迎的人 可能會收到一些威脅訊息 或是攻擊性的訊息的時候 統一由公司這邊做控管 我覺得也是 一個蠻保護藝人的方式 啊 那 講回到這一次的事件 我覺得 因為這 今天啊 今天最新的事件的結果是 呃 寄送訊息 恐嚇威脅訊息的人員有出來道歉 嗯 但是 其實這件事情的傷害是 算是已經造成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這件事情在 呃 到底該如何去處理 該如何去處置上 其實是 真的 需要 審慎思考 那當然如果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可以防範起來 或者是 大家不去這麼做的話 那可能就可以減少很多的 糾紛或麻煩 那我覺得這也是 可能是因為KJ物選手 可能一出來 他剛出 出道的時候 就是一個 算是 很反叛的分子 對 反叛分子 然後帥帥的酷酷的 那他 相對起來 就是看起來非常有特別 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個人想法嘛 之類的 那 也會 可能會讓觀眾覺得 不太喜歡那種 拽拽的 皮皮的那種感覺 那在這樣子的選手之下 其實我們有更多的選擇 可以代替 傳恐嚇訊息 或者傳 傳可怕的影片 這件事情在日本 其實算是 行之有年 推廣有年的 一件事情是 當我們如果遇到 不管是反派的選手也好 或者是自己 沒那麼喜歡的選手也好 其實日本的水餃圈 最常推行的一個 他們很常在賽前 會有那種就是 宣導影片 對宣導影片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很喜歡 一個選手的話 請以虛聲代替攻擊 你可以在場下虛他 你可以在場下 對他的行為 感到討厭 或者是轉來支持他對面的選手 這些都是可以的 但是 不管是對選手 進行人身攻擊的話語也好 或者從擂台巷丟東西上來 打選手 或者是可能 你覺得這個選手很壞 你想要埋伏在 會場附近 等待攻擊他之類 這都不是一個正確的行為 請大家切記 這都不是一個好的事情 所以 如果有類似的事情 如果你不喜歡一個選手 請以最正確 最有職業摔角 粉絲的 好的秩序 好的行為 去進行處理 虛他 大力的虛他 但是 不要攻擊人 如何 當一個專業的粉絲 也是衰迷滿大的一個課題 我會這樣子說 的確 先回到前面的話題就是 如果 台灣的粉絲 相對來講 我們能夠擴大 就是 比較像Horikyfans 或者是 對於這個產業 這個運動 認知更深 然後更知道 我今天該怎麼去支持喜歡的選手 該怎樣去 討厭我想要討厭的選手 那 這樣子的行為 才是真的能夠 有助於台灣的 職業摔角發展 或是台灣各個 比較 規模比較小的運動 產業發展 沒錯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這次 主要最主要最主要要討論的話題 那最後 我們今天到這裡告個段落嗎 還沒有啊 我要推薦大家 再看一場比賽囉 那我們最後就是由 開心果公主推薦一場比賽 來當作今天的結語嗎 那你今天要推薦的是 我今天要推薦的是 2019年12月24號 在厚樂園 有Stardom的Julia選手 對上牧村花選手 的賽事 那 今天會推薦這場賽事給大家的主要原因是 這一場 首先它是一個非常精彩的激戰 它前面包含了兩位選手之間 兩個相對強勢的選手 已經開始產生矛盾之後 進一步在擂台上進行技術的較量 還有精神性的對決嗎 那他們在打了一場非常淋漓盡致的比賽之後 兩個人賽後揪著頭髮說 我們明年我們再過一陣子 我們再來打一場的時候 過了約半年 就是隔年的五月 木村花選手就過世了 所以我在這場比賽之後 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身為一個選手能夠挺過那麼那麼多的訓練 可能三年五年以上 還有這麼這麼多高強度的比賽 但是 只要一句一句小小的攻擊話語堆疊起來 他是非常輕易就可以擊潰一個人的 所以 以這部精彩的比賽做結 那也希望各位衰迷 以後一起當一個 有禮貌的 對 有禮貌的好觀眾 那你一樣可以討厭反派選手 你一樣可以討厭你討厭的任何選手 但是 我們用專業的方式 來展現你自己 對這個選手的不支持 而不是用謾罵的方式來貶低一個人存在的價值 沒有錯沒有錯 好 這就是我們今天本日的課題 那我們今天大概到這裡告個段落 終於收工 現在時間幾點 現在已經天都要亮了 上午一點四十八 我要睡覺了 完蛋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告個段落 有任何 不管是想要講的話 或者是 對於我們這次的節目 有任何 特別的個人想法 或是你特別想要告訴我們的事情 或者是 對於 全上 現場買票的觀眾 你很想跟我講 今天比賽其實好好看 買分享啊 耶 如果你今天有 任何想法 都歡迎留言我們的聽眾信箱 那可能 可能會在我們下次的節目裡面 播出 今天節目到這裡告個段落 我是你們最討厭的Podcaster C12 我是超級想睡覺的開心果公主 那我們大家掰掰 掰掰